苗栗县长中东景上任一年多颁布了最新人事命令 包含了社会行政计划等六局处的首长异动 其中县长中东景兑现了照顾原住民承诺 原民中心恢复为一级单位 原住民族及族群发展处照顾多元族群 苗栗县政府人事异动3月1号起包含六个局处首长调整 苗栗县长中东景强调 完善稳固组织发展提升线服的行政效能 有一些是借零退休 那有人借零退休当然就要有人往上补上去 那地补的过程当中当然人事会移动 这里面比较需要特别说明应该是原民处 那原民处成立以后 其实我已经对处长的人选找了很久 那几经考量也接见了好几位 就是当然我不会说我要找他做什么 就聊天我们在聊天当中 我觉得这个卢晓琳校长 不管对严民的教育文化 还有在地方上冷和 得到最多人的一次认同跟肯定 一栋包含卫生局计划处行政处 社会处民政处以及原住民族及族群发展处等 六个局处长副处长 卫生局长张蕊先退休之后 由原社会处长杨文志调任 社会处长由原副处长张国栋升任 而原住民族及族群发展处处长 由原泰新国小校长卢晓琳升任 另外同步修正县府编制 计划处并入行政处 苗栋县县长中东警也预告还有下一波 处长上去了 当然这一波定调以后 接着还会有一些人事要插补的 就变成科长局的调动 那现在如果还没有补上去 补实的大概就是站带 还有几个副处长也要动 因为人事异动一定这样 一个萝卜一个坑 我们会做最恰当的最适当的调整 县府拔着人才期许能在岗位发挥专业 让软硬实力启发 搭造让民众真正有感的幸福苗栗